從1998年11月開始 他們是以圖片 圖片是來放在遺址器官 然後走後的那個空間 那這是一個圖像式的概念 當然也是希望說 讓家屬覺得病人的器官 是有被完整性的 2016年起 齊美醫院更運用3D裂印技術 把器捐者捐出的器官填補回來 這個是原料入口的地方 這是那個玉米粉 它聚乳酸 它從這下來之後 它經過這個溶解 溶解之後 然後從Pentotool 就根據電腦所設計的 那個程式的影像 然後一層一層的把它堆積 用玉米粉當基底 再以捐贈者就醫曾經拍下的電腦斷層 超音波等影像為範本 3D列印出量身打造的器官 腎臟一個小時就可以做好 肝臟則需要6到7小時 印好後還會依據器官實際的顏色上色 讓模型器官更逼真 所以我們必須從病人的超音波 有實體的影像 我們去測量它的長寬 還有高度 然後將原來的圖形把它縮小 到一定的比例之後 再把它列印出來 像這個就是一個 兩歲小孩的腎臟的圖形 醫療科技越來越發展 但人類過少病症 還需要器官移植尋求生機 但器官移植的限制太多 有科學家把頭腦動用到株子身上 透過基因改造培養人體器官 一些再生醫學 對製造一些新的器官什麼東西 都很難說不可能 不過在目前現階段來講 那個還是有一個距離 因為也許我們再生醫學出來的器官 是小器官 它都還沒有辦法應付我們人體的需要 對於器官短缺 2014年衛福部訂定人體器官移植分配 以及管理辦法 曾經捐贈器官助人的三等親 在條件符合下 可以優先獲得器官移植 因為一場車禍 劉小姐兩位弟弟都受傷 小弟接受了器官捐贈 而大弟捨身捐出器官 今天不只是算是捐贈者的家屬 也算是受贈者的家屬 因為我的小弟 他也是就是因為這次的事情 他受贈了就是別人的骨頭 這應該是他哥哥想要教他說 你要把就是別人給你這份大愛 好好的 好好的用它 受贈者活得健康 是捐贈者家屬最欣慰的事 畢竟 依愛人間需要家屬的大捨與成全 求你大花是黑 終於我們 準備做愛心天使的英雄 所作真相的 家屬助導的對象 是55歲的太魯閣男性 2017年12月 因為在家裡跌倒 導致外傷性腦出血 搶救不治 家屬決定器官捐贈 他過去幫助很多別人 尤其他本身也是 台灣救難協會的一個會員之一 像他自己本身也擔任教官 只要哪裡有災難 他一定會出現在那個地方 隔年 器捐音樂會 馬尚先生特地和老媽媽出席 把弟弟熱心助人的精神 跟大家分享 走出失去之愛的悲痛 到心安喜捨 馬上一家人也體會到 不一樣的人生智慧 他還活著 這個感覺很好 我媽媽自己也這麼感覺 太棒了 要幫助別人 而且他的生命還是活著的 自此媽媽 不敢心安 出貺 要不敢 或許 呈 呈 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